2017年,中国GDP总量超过82万亿,增速6.9%,全国31个省,其中广东省2017年GDP总量为8.99万亿元,连续29名居全国首位。 江苏、山东两省,分别以8.59万亿元、7.26万亿元的经济总量为列二、三位,宁夏、青海和西藏则以3454亿、2643亿、1310亿排在最后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,中国越来越多的省份GDP总量漫入了万亿的行列,有的省份的GDP总量已经与一个国家的GDP总量相当,甚至超过了很多国家。 下面我们用两张图来对比一下,看看我们国家排前时的省份处在世界各国GDP总量的哪个位置。 中国国内GDP总量排前时的省份分别为广东、江苏、山东、浙江、荷兰、四川、古北、河北、湖南、福建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,2017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最高的人类头号经济强国美国,其经济总量达195,558.74亿美元,中国位居第二。 GDP总量A131735.85亿美元,日本43421.6亿美元,排在第三。 GDP总量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总共15个。 从表中可以看出,我们GDP总量排第一和第二的广东、江苏超过世界排12位的西班牙和13位的澳大利亚。 台第三位的山东与世界排15位的墨西哥相当,台第四位的浙江与世界排17位的荷兰相当,台第五位的河南与世界排19位的瑞士相当。 前水后五位四川、湖北、河北、湖南、福建GDP总量均为3万多亿元。 与埃根廷、波兰、瑞典、约日利亚等国家相当。 虽然说GDP不能代表一切,但从中国各手与世界其他国家的GDP总量对比来看,可以说明通过40多年改革开发,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,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,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